大家好,歡迎回到Shrad Adventure来 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是Transformer的第一代的变形金刚里面的Hound 也就是这部绿色的吉普车 以及Ravage,也就是Decepticon的这支爆 能够变成这个录音卡带的一个爆 錄音卡帶真是讓人令人懷念一個東西 現在呢基本上在Sony裡面都買不到 因為呢都是CD了 可是呢我們今天要真正介紹的呢 並不是眼前這兩隻 因為這兩隻呢 Ravage呢它則是 這個Soundwave裡面出來的那一隻豹 而它呢則是Transformer Universe的Classic 小型的一個玩具 有多小型呢就這麼小型 OK 而為什麼把這兩隻帶出來呢 我終於把這一隻Transformer Universe的Hound 給得到手了 這一隻呢我非常非常期待 原因呢很簡單 第一它是第一代變形金剛裡面的一個 Auto Bar的一個角色 而這個盒子呢在右上角你可以看到 25年紀念版本的1984年到2009年的一個特別包裝盒在裡面 而你如果把這個盒子整個包轉到後面來的話呢 你會看到吉普車的形態呢非常的正點 而變成了機器人之後呢 它的四隻OK這個比例呢也非常非常的正點跟漂亮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個機器人 這也是為什麼當初呢我一直非常期待去看到它的商店裡面的出現 所以呢現在終於黃天不復苦心仁讓我得到它了 所以呢我們就來借用 不均勻的絕世好見 因為我的那個刀片忘記拿上來了 把它給拆開來 讓大家大概稍微去開了解一下 那我們先把這個 好這邊把它拆開了 還是邊邊這邊 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學學日本人那種包裝的方式呢 一粘二要 給弄那麼多膠袋在這裡邊 再來是把它上面 UNIVERSE HELMED OK 像我之前呢介紹MEGATRON的時候呢曾經介紹過說 美國式的包裝呢是這麼的令人討厭 多了很多的鐵絲在這邊 讓人家光是想到要去拔呢就已經很頭痛了 所以呢 好那我們就是把這個螺絲呢 為什麼我老是講螺絲呢 鐵絲呢把它給很有耐心的 一邊在信裡面罵三字經 一邊把它給拆下來 好 後來我就忘記了好 Ravage呢也是用鐵絲給它扣起來 好像 像我講的 真怕 它在運貨的時候呢 玩具包裝的時候呢 它跑出來咬人一樣 包了那麼緊 幹什麼呀就是了 好 那把這些囉嗦的包裝呢 就推到一旁去 所以呢這是我第一次把它給從盒子裡面拆出來 所以呢 嗯 這個將是我第一次把盒子拆開來 把玩具取出來 以第一次的這個 去玩它的形式呢 跟大家介紹 而同時呢 也是會 也是 會是最後一次 因為這種 介紹玩具的方式呢 並不是屬於我個人的一個風格 所以呢 在還沒有看過說明書 說明書還沒看 情況下呢 我只能大概去了解一下說 這隻豹呢 長什麼樣子 以及我們把之前的Ravage 拿起來做個比較一下 所以呢 呃我們可以看到的 Ravage在之前跟之後呢 你可以了解一點 一件事實 在之前早期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大家都沒有太去 呃注重這些營養方面的 呃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卡路里有多高啦 哪些東西的那個 呃的fat有太多啦 所以呢 在之前初代的這個Ravage呢 它非常的瘦 OK 而現在呢 大家都已經 OK 那你幫你站好 好 營養充促的一個現代現代的時候呢 這隻Ravage呢 相對就 有點體積有點肉了 所以呢 這兩個看起來 啊 你看 這個叫弱不驚風 你要把它站好才可以 所以這兩隻Ravage比起來呢 當然是現在這個新款呢 漂亮了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我們暫時把這隻小狗呢 放到後面去 G 這隻炮呢 看它後面的說明書 好像是可以把它給 啊 可以好 可以把它卡在座位的後方 這裡 那好像在 因為駕駛艙也可以 呃 這個Passenger side 這邊也可以 好像是 是怎樣 很緊喔 好 上去了 所以呢 它是有配備武器的一個吉普車 那我們再把 第一代Classic Universe的這個Helm呢 做個比較一下 嗯 嗯 嗯 OK好 它的形狀呢 非常符合 Jeep 這個品牌的這個 車子的這個 這個造型 從它這個非常 啊 令人一看就知道一個 頭部的一個形狀 就知道說它是 依據這個 Jeep 這個牌子的車子 來做的造型 而這個呢 我倒是不確定了 嗯 嗯 機械的部分 還是隱約可以看到一些 好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個吉普車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 原因是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像我之前講過的 它變成機器人之後的形態呢 非常漂亮 車子呢也是完完全的正點 再加上 我們暫時把這個泡呢 給拿走 它的這個座位 我很喜歡有座位的這個 變形金剛的玩具 以及它的 駕駛艙 方向盤啊 這個 儀錶啊 這各方面的冷氣啊 完完全全 表露無遺的在這邊 所以呢 完完全的秀了出來 而這一類的玩具呢 不能說這一類 只要有 椅子或者是 儀錶全載的玩具呢 基本上呢 也有另外一款 就是所謂的這個 Alternator Alternator呢 都是以 真正有的 車子的款式呢 去做設計的一個 一系列的變形金剛 可惜 目前呢 手邊暫時還沒有 這一類的Alternator的玩具 也在嚴格的考慮說 要不要去購買這些玩具 因為他們價格實在是不便宜 好 那等待會呢 我來去研究一下 它一個變身的過程 跟一些好處 缺點之後呢 我就會正式的跟大家來 介紹一下 這隻 Transformer Universe的Hound 我看到一些 那些是 超級地区的 超級地区 那些是 那些是 這隻 感谢观看